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婉伦 明天就是台股封关日 二月行情究竟如何来看呢 让我们来欢迎虎真宏 虎老师 好这个元月份的行情 我相信大家是大失所望 将近跌了快1000点 所以非常多投资朋友在问说 这个元月份过后 再来就是新春的行情 到底我们可不可以摸底捡便宜呢 好那这个问题啊 我们就好好的来研究它一下 那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这个大盘 整个大盘其实从当初的17 167 也就是说这一波的一个起涨点 到最高186 19这一段的行情 到这一波的这个整个回跌之后 其实整个回修的幅度 已经将近到7成了 那依照这个曾宏的 一个24年的操盘经验 每次这一波的一个修正 假设已经来到了7成的时候 除非是空头市场 那否则的话呢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回修的一个满足点 所以说啊在新春的行情啊 这个部分随时有具备一个反弹的行情 所以这个反弹行情 投资朋友你就不要小看他了 你又认为说这个地方可能又要在 震一震又往下走 目前没有这样的迹象 那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继续的给他看下去 好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金融股 为什么要看这个金融股 因为金融股可以说是 在刚才我们所看到的17167啊 一路涨到18169 18619的这一段期间啊 真正的最重要的工程就是在金融股的身上 所以这个金融股啊 未来有没有机会往上走 当然了也会牵动的整个大盘 当然我们可以看他的一个K线图 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如果以周线来看 实际上啊 他这一根的这个所谓的长红K 都还没有跌破 他都是一个处在所谓的强势的整理 而且他拉回是亮缩的哦 那换句话说啊 等到青春开红盘的时候 金融股最多就是怎么样 在这边做一个小幅的震荡 也不会大跌了 那如果好的话 当然就有继续往上走的机会哦 所以这个大盘啊 你说目前为止 有没有出现一个空方的讯号呢 曾宏在个人认为是还没有哦 时机还没到 我觉得那个目前啊 在整个时间拨来算的话 可能还不是在这个时间点上 那再来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看什么 飞金电 那飞金电的部分就是我们讲的传产指数 也就是说扣除掉了 所谓的电子股跟金融股的身上 好那这样子的话你看下来 我们就可以非常看得非常清楚 飞金电在其实这一段日子里面 他都是在做一个区间的盘整 所以说我们这区间的盘整 的量一缩的时候 那未来要往上攻的机会就蛮大 而且呢他刚刚好回到了所谓的区间整理的下轨线 那我们一般来讲说区间整理如果回到下轨线 就会是一个买点对不对 好那所以说新春行情之后呢 是不是就有机会让这些传产股开始要往上的一个 所谓的上涨的一个行情 所以我相信在金融股以及这个飞金电指数 都没有让你看到一个所谓的空方的一个形态的时候 所以我们不需要对未来的这个元月份的 二月份的行情新春行情太过于悲观或是空方的思想 那再来呢我们就要看到什么 在传产股里面航运股也是一样 航运股经过两次的整理的平台跌破之后 我相信已经很多筹码都被洗出去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筹码由原本的混乱 到后面的筹码的稳定 所以在这种状况当中未来的航运股在新春行情 有没有开始出现一个反弹呢 我觉得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航运股不是只有看货柜三雄 还有其他都很多的航运股 有机会开始出现补涨的行情 那再来呢就是什么钢铁股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说除了航运股之外 钢铁股也会在新春行情不会寂寞 而且他也不会缺席 为什么是这样子说 因为你可以看钢铁的一个指数的周线 它的一个中线的支撑点 其实这一波的这个拉回 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了 而且这边的拉回呢 已经有怎么样 连续拉回的六根的黑K 而且黑K都不大 代表这个地方 还是有人在偷偷摸摸的布局跟吃货 那当然不是散户了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钢铁股 为什么在元月份每次都会好像突现 出现这个所谓的起涨行情 可是呢又又沉默一下 又出现个起涨行情 我已经连续了三到四次了 那就代表有资金在进涨 但是受到这个大盘的压抑 他不愿意做大幅的拉抬 可是新春过后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钢铁股在这个地方啊 有没有机会成为传产股的一个领头羊 我觉得这可以拭目以待 所以说今天我会把整个在新春的行情 给各位同学做个分享 那最后呢也在这边 祝福各位虎年大吉 俯虎生风 来尽保我们新春开红盘见啰 谢谢胡老师的分享 也记得加入胡老师的LINE 跟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